重大车我这个门打不开了 真的 我说了50密码还是没开 车车的蹭饭日记 我们这是车车的蹭饭日记 然后我们现在在洋和苏家门口 他家门被他弄坏了 我们现在要走后门 哈哈哈 这是有点黄毓我觉得 哈哈哈 这个打开了 哈哈哈 我刚刚有点紧张 请请请 没有 你有天气啊 天气啊 哇塞 你好 这行 你叫什么名字呀 他就是大猴 好胖啊 你也 哦 来来来 买拍一下 买拍一下 我们现在来到了洋和苏家里 我们现在刚进门 我们在这换鞋 刚进门 对 我们先说套好不好 我们先菜关你家好不好 来 我自己的卧室 哇 我们来看一下RAPSTAR的卧室 记住你是谁 哈哈哈哈 有一天晚上写的 好浪漫啊 这是对 我爹边买的 他理解中的创作 需要有这样的灯才能创作 有点小拼唱 有点 来带你看看其他地方 体重秤的吗 就正中间放了一个体重秤的 对 我每天 是不是啊 就是最近在增街的剪纸 我最近在写歌就没管了 哈哈哈哈 这个是出坊的 老爸住这儿 老爸有的时候会过来 哦 出抓一的房间 我们就不看了 哦 不看了 就好 到楼下吧 这有个王位 哦哦哦 这是那个王位 这是玩游戏的 玩游戏的 你您是知道你是 这个每天都会用吗 你愿用 你来自前才用来 看王位 看王位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啊 除了第一次直播以外 从来没做过 我真的不要这么凶啊 好吧 你听我说 就是一个王位要配上什么 杨和苏 记住你是谁 我真的不要这么凶啊 还有最后一个房间 OK 来看一下 我来是想把这儿弄一个 小健身房的 但是没来得及饱 这个稍微放了 奖杯和蛋白粉 哈哈哈哈 酷 吃饭了 吃饭吃饭吃饭 我先把菜拿出来了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 你的产量有多少 可能20餐吧 今天吃了1分20 吃一个牛肉 也是成都的一个很有特色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川普香肠 然后这个呢是我从小吃的一个菜 是叫黄霞牛肉 左恩和这个肉混在一起 别的都是配菜 这个看着腊肉也非常不错 好吃 是吧 最近怎么样 没有来认真减重是吧 我写歌的时候不能创自己 我一旦不吃碳水 脑子里就没有韵脚 没有碳水就没有韵脚 写不出来就没在下宝 哈哈哈哈 你那演唱会我听杰哥说了 说眼睛小但很真挚 哈哈哈哈 杰哥那给你捧场啊 是不是 嗯嗯嗯 杰哥对我很好 是真的关心我呢 那你自己是不是答应了你的听众 2024新专辑 做多少了 做两个五次了 什么人都发出来 上半年吧 待会这视频会留下来 不会在个不会在个 6月前肯定的 因为我们在小精灵家吃饭 哈哈哈哈 小精灵有问题 那我带他问你 行 小精灵的问题你想知道吗 我不想知道 但是我可以配合一下 哈哈哈哈 你就问他小李结婚 他要去哪个KTV 邓丁获结婚 前一天我们不是单身派对吗 对啊 是个KTV发的那个地址 刚才结婚去了KTV 婚礼结束了他才到的 哈哈哈哈 那是为什么去KTV 这有钱 前一后果 前情其要 平常我不是一个很准时的人 结婚这种大事 一定得准时 我第二天吃室的闹钟 比如说11点到 我10点就醒了 然后结果我起来了以后 我在群里面问了一下 没一个人回 那我再睡一会儿得了 结果睡过了 我就马上打开 跟邓丁谷的聊天剧录 我发现 他前一天晚上10点钟 给我发了一个定位 前一天一句话不说 发个例子来 肯定是第二天结婚的地方呀 赶紧赶 到了才知道是KTV 这次不会犯这样错 不会了啊 网友说你们是笑死人厂牌 你觉得自己幽默吗 别的呀 幽默呀 相当幽默 我每天都能把自己说笑 华老和小丁说的 他说火死人厂牌 最幽默的事情就是 杨树都觉得自己很幽默 当然不幽默 就觉得自己很幽默 这就很幽默 对 对对对 我什么时候幽默过呀 我这个全部都是本性外露啊 华老和小丁丁都说 你偶像包不重 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 他说你下楼扔垃圾的打发辣 那如果下楼别人会拍 不 我跟你说 首先第一 你接受你自己长什么样子 这个我特别接受 是自洽的 我也很接受 第二 你尽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变得帅一点 对于我来说 健身 把脸说起来了 我觉得我看着镜子 我也更帅了 接受自己的同时 也把自己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个 非常合理 就是这样子 彻彻的蹭饭日记 马上要结束了 然后我们准备去试听 他的新转机了 可以 先不能给你们痛 好吧 拜拜 上半年见 年末了 给叔叔阿姨拜个年 你们女儿过得非常好 我把她照顾得非常好 给她吃最好的 买最好的 把她当一个小公主 一样对待 你们就放心的 把她交给我就好了 千万别担心 我会替你们 把她照顾得非常好的